随着中央政府为非穆斯林宗教场所重开亮绿灯 雪州政府今天就宣布 只要州内宗教场所遵守州政府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明天就能够重新对外开放 除了严禁12岁以下 70岁以上 以及患有严重肝病、肺病和心脏病的病患入内 州政府也计划为宗教场所设定预约系统 不过细节还在商讨中 雪州政府针对州内非穆斯林宗教场所 制定了一套标准作业程序 掌管雪州卫生、福利、家强妇女及家庭事务行政议员 西蒂玛利亚今天宣布 只要有关宗教场所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明天就能正式对外开放 她表示雪州完全配合中央政府 但同时也增设了一些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阐明哪些人能或不能前往宗教场所 其中没有任何症状和体温低于37.5摄氏度的信徒 被列为低风险群体 可以到宗教场所 年龄介于60岁至69岁或患有轻微高血压 糖尿病和哮喘的人则被归类在高风险群体 他们不被禁止到宗教场所 但当局不鼓励他们这样做 至于70岁或以上的年长者 以及患有严重肝病、肺病和心脏病的病患 当局列为非常高风险群体 他们这段期间禁止到宗教场所 除了70岁以上的年长者 12岁以下的孩童同样被禁止到宗教场所 同时西地玛利亚也针对中央 指宗教场所只能容纳原有人数 三分之一的指示进一步说明 表示宗教场所必须确保信徒之间 能保持1.5米的距离 另外州政府也计划为宗教场所设定预约系统 不过细节仍在商讨中 同时州政府也规定宗教场所 必须检查所有信徒的体温和准备消毒洗手液 当局也鼓励宗教场所和信徒 使用Selanga软件记录资料 一旦发现宗教场所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执法单位将会急于劝告 如果重犯就会勒领关闭 巴都空坚程伟伦 沙亚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